400亿原污法案削子落地 乌克兰延长战时状态 称谈判已经暂停 当地时间19号 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约400亿美元原污法案 该法案将提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 也使得美国承诺的乌克兰援助总金额达到近540亿美元 400亿美元原污大礼包都有啥 综合环球网等媒体报道 110亿美元总统拨款授权资金 这笔资金将允许美国政府直接从库存中拿出军事装备和武器援助乌克兰 60亿美元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基金 政府能够从武器商处购买武器并提供给乌克兰 而无需动用美国库存 39亿美元将用于美国欧洲司令部的行动费用 此外还有87亿美元将用于补充美国国库的武器库存 9亿美元用于支援难民 5400万美元用于乌克兰难民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支持 400亿美元原污法案通过的前一天 乌克兰宣布将国家战事状态延长90天 乌总统办公室同一日表示 现乌俄谈判已经暂停 总统的立场对乌方来说非常重要 当他指示有必要开始谈判 应该秉持哪些立场时乌方才会这样做 有英美学者联合撰文指出 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可能会给乌克兰提供虚假的希望 错以为西方会无条件提供支持 因此寄希望于战场上取得胜利 俄罗斯官员表示 美国现在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是最大程度延长俄乌冲突时间